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總得分是34分 那它在這個比較低分的表現上面 是動力操控以及安全防護 我們剛剛有特別幫大家來解釋一下 另外二手車的行情架後勤維修 還有空間運用上面表現都非常的不錯 好 這是我們第十名的車子 Toyota的Yaris小鴨鴨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九名的車子 好 第九名的車子是 Audi的這個A3 Sportback 羅哥給他的分數 裡面二手車的行情架只有3分 那表現上面是操控性跟空間運用是7分 安全防護幕方面的話 Audi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給到8分 後勤維修也只給5分 針對二手車的行情架 以及後勤維修 待會兒來問一下這個羅哥 另外旁的給他的分數 比較高分是如果在安全防護 還有動力操控跟空間運用 然後旁的給他講的一個缺點 前驅車來講 我覺得A3的這個表現會比A-Class還要好一點 再來就是說它的內裝質感的整個鋪陳 然後包含很多網友在批評的那個A-Class 那個前面的很噁心的螢幕 在A3上面它是完全是隱藏的 它完全是伸縮的 所以我覺得就你門打開整個感覺來說 我覺得A3是勝過兩個競爭對手 對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整個空間表現 因為就很多人會說 我希望後座坐起來 因為我偶爾可能要載我小孩或是載朋友 A3我覺得絕對比A-Class還要再大很多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那在A3其實底盤的部分 所以它雖然跟同集團剛剛有講 就是它其他車有共用 可是我覺得基本上它是 共用可是它是各自調教 那這A3的底盤我覺得 雖然是前驅車少了一些那種 轉向過度的一個操控樂趣 可是基本上我覺得 它在高速公路的行駛的一個穩定性 然後還有整個變速箱 它換檔的一個感覺 其實我覺得還是蠻值得推薦的 但是Eric你給他的分數的話 也一樣其實給他的分數給到蠻高的 但是他唯一的缺點是貴 但是後勤維修上面的話 是不是有問題啊 你後勤維修是給最低分 給6分 在你的評分裡面 對 因為那個 我家裡面有個親戚 他買了一個A7 前一陣子到... A7不是你的喔 家 我叔叔的啦 叔叔的 那他剛好呢 你不是有六十幾輛車子嗎 不小心撞到那個鐵門 從這引擎蓋子刮到擋風 玻璃刮到屋頂 結果把旁邊車身兩側那個膠條給刮傷 要等訂料 等兩個多月 等兩個多月之後呢 料來了還是有問題的 所以人家花四百多萬買一部那個車 開到這個奧迪高規格的接待服務的維修 結果維修出來的品質卻是那樣子 我覺得那個是不成比例啦 這個我可以補充一下 這我爸開Q7 其實他就是開了五年的奧迪 他也是對那個售後服務最不滿意 然後車輛的一個損壞 而妥善率 就是說他不會壞大東西 可是他就是這個燈不亮啦 那邊進水啦 然後一下什麼雨刷不會動啦 什麼都是這種小的電子 對… 然後他有一個 其實有一個地方我聽到還滿不高興 就是說他那個Q7 這個我們可能我開車開這麼久 從來沒有開到這個擴大機 音響的擴大機又壞掉 可是Q7呢開五年壞了兩次 我後來去問為什麼 後來那個原廠也沒講喔 你去修的時候 奇怪 這為什麼會壞掉 第一次保管 第二次我們就自己付費 結果後來我在想到說 我有一個朋友在玩 在改汽車音響 我去問他 他說Q7對不對 我跟你說啦 那個天窗會漏水 漏水呢 天窗漏水 然後就流… 流到那個剛好擴大機 那個上方就… 對 水就滴下去 滴… 滴個一年 然後擴大機就壞了 可是原廠他沒有告訴… 他不會告訴你說 原來是這個原因吧 我回去 你只好給我告訴你 糟糕 我跟你講 奧迪的老闆現在聽到這邊 不知道你怎麼打電話給你 剛剛看你排第四名的話 還要打電話給你 結果被你們兩個人一講的話 糟糕 他這問題看起來 好像還滿多的 來 龐德 真的 我要再補一槍 今天是申訴大會 我那個堂弟開A6 他不是在最新的A6 前一代的A6 他最後是怎麼樣 最後是跟一台520對撞 然後那520 好幾個車行就來搶著收走 然後那A6保險公司來直接報廢 就是他維修費用非常非常高 然後之前是我現在重點要講的 就那個A6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他那個奧迪不是創新科技嗎 對 有些地方創新過頭是找人家麻煩 他當時那個A6呢 他那個前驅 那個前輪的懸吊 好像是三連桿還是四連桿 十連桿 十連桿 對 Eric很清楚 他一邊十連桿 那連桿就是交 這個左右交錯很複雜 但你可能真的問他在說什麼 什麼兼顧 什麼側傾跟直線 講了很多高科技就對了 超空性很好 對 但是那一組十連桿 平均壽命不超過兩年 就是他正常磨損就要兩年之內 就要全部換掉 然後那一組要幾萬 大家就可以想像了嘛 後來甚至有零件商 針對這個開發出一個 所謂副廠件 一邊 你一邊而已 光零件那個三四支的就要一萬八 你們雖然給他名次還蠻高的 但是聽起來你們講的都是 他會冒汗的 我沒有用最後做補槍 好 來 來 這個Odi要仔細的聽好了 這重要就是後勤維修了 要處理好了 好 這是我們看到的一個第九名 另外第九名並列的話 還有一個Levina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獨角仙的Levina 這台車子 你上的車子裡面 來 我們挑一個最低分 安全防護的Andy老爹 兩分 他安全防護有什麼問題啊 其實我的標準都是很統一的 就是說我都是看說 你那個主飛動安全的配備 這個也常講 像那個主動什麼TCS ESP 他是全車系都是沒有的 那氣囊呢 當然就是因為大家都兩顆 所以在這一部分 我當然給的分數就會比較低 那再來就是說 基本上這部車它其實跟那個 我們剛剛講那個Cold Plus 我覺得它是味道是比較相近 就是說它比較強調空間運用 那以動力操控來講 就是說這個Levina 它的一個底盤的扎實度 那再來就是剛旁那個有講 它的板筋的厚度 那整個車身的剛性 這一部分我覺得比Cold Plus好一些 但也沒好到哪了 可是我覺得是 可是實際上 就你開車的人 你在開 整部開起來的感覺 Levina確實可以給你比較那種穩定 跟比較多的一個信心 所以為什麼 其實為什麼比這個 你看你那個動力操控給到三分多 這比Cold Plus好多 它多一分其實就是 它多那一百CC 跟它多那幾匹馬力 那的確Levina的馬力是比較大一點點 那我覺得這的確是有差 所以我們常說 我也常跟老爹說 你不要說 你知道這個50萬的TCS跟500萬的TCS 那可能是不一樣 所以不能光看說我有主被動安全 我就可以把它定位成儀 我問一下羅哥 羅哥重量一下 Levina跟Cold Plus應該怎麼樣選擇 那剛剛他們兩個人 那個Andy老爹的話呢 其實差距差不多啦 那那個乃哥的話呢 意思是應該是哪一個啊 我還是覺得Levina 我也會選Levina 那那個呢 羅哥呢 羅哥怎麼樣選 如果是這兩台車子在做考慮的觀眾 我當然也是選Levina優先啦 就是說至少 你以為他怕騙掉 沒有沒有沒有 對不對 那個 因為至少它在整體的配件開發 雖然那個都是 你知道中華玉龍其中一個 都有這個實力 同一個祖宗 對 但是呢 就是說 它至少在整個的開發上面 我覺得它的完整度也比較夠 可是呢 其實它這個車子 當時在設計的時候是 東南亞市場 針對東南亞市場開發 可是呢 台灣 我們看一看會覺得 這車型好像太老土了一點 於是他們在開發的時候 就把它設定為RV化 所以你如果要RV化的話 你不可能不重視後座的空間 還有它的置物空間 以及它的整個外觀的實用性 好 這是我們並列為第九名的車子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 第八名的車子 好 來 第八名的車子呢 是福特的Fiesta 好 來 我們先看一下那個羅哥 羅哥給他的分數呢 是給了31分 在他總得分裡面 個人排名是33輛車子裡面的第七名 那他的二手車的行情價呢 是第只有5分 那另外後勤維修是6分 然後高的分數呢 是在動力操控 以及安全防護上面呢 各給予他7分 另外的空間運用呢 是給他了6分 好 另外呢 這個龐德給他的分數呢 是給到了37分 他的總得分裡面呢 在這個分數最高的項目上面呢 是動力操控以及安全防護 那分別給他8分 另外呢 二手車的行情價空間運用 以及後勤維修上面呢 給予他7分 他的缺點呢 品牌形象 針對福特的品牌形象 待會可能也要聊一下 因為羅哥也是覺得 那個品牌形象 應該要稍微加強一下 好 另外呢 乃哥給他的分數呢 是給到了33分 另外在他的一個 總個人得名上面呢 是33輛車子裡面的第7名 他在這個二手車的行情價 以及後勤維修上面 比較低分是給他6分 另外動力操控 空間運用 以及安全防護上面呢 是給他7分 一樣缺點是在品牌 好 Andy老爹呢 是給他的41分 他講說後座太小了 那這個空間 空間感稍微比較差一點 但是也給了他 給到了8分 另外後勤防護 以及這個操控性上面呢 是給他9分 所以第一名啊 他的車子是第一名耶 對啊 終於看到 哇塞 掌聲鼓勵一下 對啊 終於看到他喜歡的車了 這個要好好問一下啦 原來如此 你沒有考慮到那個嗎 他們前面上一個 對啊 其他都是2分 全部都是給2分 來 我看一下 其實龐德給的 他名字也很好 我給分也很高 他也給到第4名 來 Eric Eric 有 那個福特要打電話給你 你給他的排名是第8名 我先問一下那個Eric Eric 你給他的分數裡面 在所有的排名裡面的話 你個人的排名上面呢 是只排到第8名 其他的大部分呢 都是給他 跟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乃哥差不多啦 乃哥也是第幾 好 那你有沒有考慮到 那個所謂的品牌的問題 其實我們之前 在我們前面幾個 像四門的車子裡面的話 有特別提到了 就是福特在他們品牌形象上面的問題 其實福特品牌形象 那近年來操作的是不錯啦 不過這個後勤維修這一部分 大家都非常清楚 進去保修廠被服務的那個態度 跟那個品質 跟他的維修能量 其實都是非常 車主都有點自己都很頭痛 那再來 那空間小這個大家也都知道 他本來就是個小車嘛 還有二手行情這個部分 是我要特別講一下的地方 就是說這個車呢 我記得前幾天我們也講中古車 中古車老師講那個天書有沒有 這個車實際你要去賣的時候呢 連天書的價格你都賣不到 假如我買不新車開了兩年之後 我要去賣掉的話 我真的會虧很多錢 就是逆天而行 所以這個還是逆老爹的問題 羅哥給他的分數也很低啦 二手車是五分 不過你說實在 你分數也都很給很難顆啦 其實我的二手車所有的那個 我甚至所有評分裡面 有給一分的 對 我大部分二手車的那個價格 因為其實 所以你覺得這台車子 在二手車行機價裡面 我只是覺得它是平均的 我只是覺得它是平均的 因為這部車 它最近幾年來的表現是越來越好 就是說在新車上面 它的操控性 還有它的動力 還有它的那個 整體的那個設計感 其實是最近幾年來 就是在小車子裡面 算是非常易均突起的一台 連我們自己家裡的編輯 它都買了一部這個 但是這是上一代 而且是手排的 因為這個車子在操控性上面 這是上一代 還不是馬丁頭的這一代的時候 那基本上這部車 我們自己開起來都覺得 給它的評價非常的高 前輪驅動車可以做到 轉向沒有不足 那種暢快的感覺 然後這個在整體的 這個歐洲的設計 它的整個的造型上面 也沒有缺點 那唯一我們真的只是講說 OK 因為它是福特 可惜了 可是福特在歐洲的品牌 是非常好的 那在台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還是一樣 是後續維修的問題 經銷商的問題 不懂得行銷的問題嗎 就是希望 我們不斷的在每次都 講到福特就講到這個 我們希望他們真正 在這一點上面好好加油 不過這個部分比較難進步 就是剛才艾瑞兄提到 就是你進到經銷商那種感覺 我就說福特跟Toyota的差別就好了 福特進去呢 感覺員工動作都慢慢的 然後呢 不知道第一個會過來跟講話 那是誰 每次去都不一定喔 有時候可能接到 有時候櫃台跟小姐換衝出來 然後這櫃台還不是小姐 是那種太太這樣子 但是豐田的話就很清楚 每次去一定固定 誰做什麼事很清楚 然後呢 話術非常地標準 然後很親切 你會覺得說話術中 又帶一點誠懇 那是頭一頭一件 每次都會這樣 這部分福特 我覺得目前還跟不到 但我覺得我這個車 我還是給很高的分數 就是說 我常常講說 今天如果說是一個很強勢品牌 什麼都做得很好的 你消費者占不到他便宜嘛 所以你該不講Yaris嘛 對不對 東西其實不怎麼樣嘛 但他還是會閉著眼睛買 二爪你還是好 但這個福特這個車子呢 就是因為他現在品牌形象不好 他常端出的牛肉 都是非常好的牛肉 價格又不會比人家貴 你看這個車子最頂級的 那1.0 EcoBoost 我說實在 這個車子我去試的時候 我眼睛非常一亮 我車子根本不想還它 我想天天開它 我覺得實在太好開 而且會感覺說 我太划得來 這種國產這種價格的車子 可以買到都是 腦筋想得到 目前尖叫最高科技嘛 你引擎缸內直噴 渦輪增壓 然後三缸 而且這三缸非常厲害 我們知道現在三缸 除了福特之外 還有B&W B&W多厲害啊 引擎全世界在得獎的 但是我說實在 知道我的看法 福特這個三缸 比B&W二系列三缸好太多了 穩定性很好 加速力也沒有遲滯 所以我覺得光引擎 你贏B&W 就覺得這太爽了嘛 然後主動跟變動安全配備 Andy兄常講 你想得到全都有 還有一些你想不到的 什麼上坡幫你自動煞車 或者轉彎的時候幫你煞內側 就是說你國產車這樣集 就從小車一般都是最陽春的 它給這麼好的東西 然後還有六速的自動手排 然後這個自動手排 還不會有所謂DSG的疑慮 疑慮啦 因為福特這個POWSHIP 一樣自動手排 出問題的機率 比這個福斯集團 至少大家想像到少很多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車 我給它很高很高的評價 那至於剛才這個 艾達提到說 福特這一個二手式航空 我覺得它是平均值 但是我認為 Fiesta來講 應該會有比一般 福特平均值高一點的支撐 應該不用太過擔心 這個Indy老弟給它的 得名的話是第一名 現在由您來發表改言 因為其實就是說我每次在平車 就是像動力操控安全 我給的就是我都會給的分數 會比較嚴苛 那那個Fiesta就是說 第一個像剛剛龐德哥 講的很多重點 它的底盤是有得獎的 我記得好像在2012還是2011 它跟歐洲的這些所有車款 對 底盤 它的底盤表現分數 竟然贏了GT-R 所以我記得它好像得了第二名 那這部車其實我也開過蠻多次的 就像剛剛龐德哥講 就是說第一個 它不太像是前驅車 很傳統的那種前驅車 你覺得近彎過快它會推頭 它基本上你可能稍微修正一下 我覺得它的整個在彎中的 一個動態表現 我覺得非常的好 那再來就是安全配備 不管是主動被動 我覺得基本上你想得到的 我覺得它都有 那再來就是還有一些 高科技的什麼聲控 然後有這個可以防止你的 開車視線移太多的 就是說這些配備 其實在同級車 你用60幾萬這個級距來看 其他對手都是沒有的 所以為什麼我這部分 會給他們比較高的分數 好 印第老爹個人排名 是第一名的車子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平均五位的一個專家裡面 排名第八的就是這一輛 福特的Biasta 好 另外同時並列為第八名的車子 還有這一輛車子 VNW的116i 然後這一輛車子 我們看一下最高分是落在了老爹 總得分是38分 另外比較低分一點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乃哥 乃哥給他的分數呢 動力操控好像顯然跟Andy老爹 有不一樣的看法 那乃哥給他的動力操控是給5分 另外空間運用則是給他給6分 安全防護是給8分 另外後勤維修上面 也比較低分一點 然後給5分 二手車子行情下不用說 他給的分數是稍微都比較平均一點 7到8分 我先問一下乃哥 乃哥你給他的動力操控上面只有5分 然後給5分呢 是因為喔 現在新的116i 已經轉為是這個 1.4了 就是我們說114i 114i 對 因為它已經用那個 它的那個小排氣量的引擎 更小的 1.4升這個三缸的引擎 所以呢 1.6升這個呢 已經叫做118i 它肯定超過150萬以上 所以它不在我們的選擇裡面 所以不存在的引擎應該是0分 我的概念是這樣 第二呢 但是我在這部分 就要把它二手行情加回來了 所以我本來是給它9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個現在看到的 136p這顆引擎 在第二季就是會變成118i 所以它就漲價 就是說你現在能買116i 趕快去買 為什麼呢 以後就是漲價 以後就要118 所以二手行情一定會高 但是我為什麼要給它9分 就扣1分變8分 是因為新的116 長得太漂亮了 因為大家都覺得這一代的116 不對啊 你知道的邏輯有點怪 照底講的話 那你的一個超扣性的話 等於是說我買 現在的116i 已經升級到了118i了 那你的動力操控上面 應該要給高分才對 還是說現在的已經被淘汰了 對 它這個已經說升格到118 也就是149萬買不到 我說排價買不到了 很多人覺得買這個滑得來 滑得來 因為等於116買118 對 等於這樣應該是滑得來 應該就是說我說 再過幾天就要改款了 改款的話 什麼時候改 就是第二季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說 現在買的116i 如果你著重的是引擎的話 趕快買 因為它要改款 它要變成118i了 這顆引擎直接名字就叫118 就是要漲價了 對 其實這116i 我認為它二嫂黃金 一定要再往上加 對 一定要加 因為很多人搶了買這一台車 為什麼 因為其實外面很多所謂的 城市優化 話後面講就灌城市 就是說你今天買116來 我去坊間花個3萬塊 城市更新 只要渦輪增壓引擎 你想為什麼一樣1600 我從1600到2000cc 都同顆引擎 因為原廠就是城市先寫好了 給你增壓多一點少一點 所以你今天買116 只要你配備選好一點 你這城市花3萬塊更新一下 你看你買一台 120或118要差多少錢 你更新只要3萬塊 所以我認為這個116 在後續一定非常非常強 所以它做國車商 我應該這樣說 可能大家聽不懂 你只要想到說 一個是1.4升 1.4升三缸的引擎 還有一個1.6升四缸的引擎 那這個1.6升四缸引擎 最高馬力在原廠 就是Mini Cooper S用的 它可以到186匹 那它在BMW 它是先從136匹 然後你加年前 我給你170匹 就是說我覺得BMW 在3系列 4系列 5系列以上 都沒有玩這個遊戲 只有在1系列 這個入門車 大玩這種遊戲 搞得大家亂七八糟的 好 這是我們看到第8名 並列為第8名的BMW 116i 如果有興趣的話 在第二季的改款之前的話 可能要稍微 趕快 動作要稍微快一點 好 這是第8名的車子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第7名的車子